StreamYard是一款简单好用的直播串联软体 只需要打开网页 就能够快速的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的社交平台上面去开始直播 并且现在的StreamYard还可以开展线上的视讯会议、线上教学、录制影片等等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这期影片就会带你全面了解StreamYard这平台 会详细的展示给你它的功能还要见面 并且会展示给你如何快速的去使用StreamYard在YouTube上面开始直播 还有我是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谈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一种网络圈内容 我们也就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记得对我频道 首先我想简单的去介绍一下StreamYard这平台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进入到它的网页里面了 它是最简单的直播和录制的方式 StreamYard是在浏览器中的专业直播和录音工作室 你可以去录制的内容或者是直播到Facebook、YouTube还有其他的视角平台上面 然后这里面就展示给你StreamYard整体的界面 待会具体展示给大家StreamYard里面主要的功能 你现在使用StreamYard可以和远端的来宾一起直播或者录制你的播客 你邀请人只需要点几下就可以透过浏览器或者手机轻松加入 并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体 然后任何的连接均可进行录音室品质的录音 它是透过本地录制每一个使用者的装置上面 都会录制单独的音讯和视讯的档案 即使有人的网络讯号并不是很好 录音也不会模糊或者断断续续 我认为这个功能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用 接下来就是一次性向所有的平台进行多流的传输 你可以同时在多个视角美丽上面去开展直播 比如说同时在Facebook、YouTube、Instagram、Lindin、X、Twitch等等 都可以一键就开始同时直播的 然后你可以透过萤幕上面去展示观众评论 另外使用Streamer去录制你的影片或者是去直播 你可以非常好的去加入你的标志、颜色 你可以加入很多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元素 然后现在的Streamer你还可以开展网络的研讨会 它使用的是Streamer On Air 它是一个及时的网络研讨会的平台 你也可以将这个网络研讨会去嵌入到你自己的网站上面 这里面有个总体的Streamer功能的介绍 在萤幕上面最多可以有10个人 你可以多留传输制多达8个目的地 你可以看到萤幕上面评论 你也可以做出绿色萤幕的效果 你可以自定RTMP的目的地 Streamer还提供了7天20小时的在线支持 你可以自定你品牌的横幅、背景还有叠加层 还可以加入你品牌的标志或者其他的品牌元素 你也可以提前录制好的影片 并且使用这个影片去进行直播也是可以的 并且它是全高清的,是1080P上述的 你可以下载你的录音 你可以进行萤幕的分享 你可以单独录制还有下载音讯文件 并且Streamer有提供7个影片布局的模板 那么Streamer是适合谁的呢? 它适合品牌的 去让你和全球的社区已经联系 它适合影响者的 还有创业者、领导者、媒体、行销人员、企业家、政治家、宗教服务人员 还有人员团队、能带这些类别人都是适合使用Streamer的 Streamer是可以让你免费的开始使用的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就可以开始去免费的注册Streamer 是不需要你输入任何的信用卡信息的 现在我们进入到Streamer页面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页面是非常简单的 在左边会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Home首页选项 在这边可以看到你即将发生的直播 或者你可以查看到过去直播它的录屏 然后就是Library 也就是在这边你可以查看到过去所有你的直播录制 或者是你录制好的影片 你进行的网络研讨会都会展在这里面 第三个选项就是Destinations 这就是你选择直播的目的地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就加入了我YouTube频道 你可以选这个Add Destination 这边你可以看到对于直播的话会有非常多的社交平台 你可以选择 像是Facebook、Lindin、YouTube、Ex 也是就是之前的Twitter 还有Instagram、Twitch、Hopping 或者是你直播的平台并没有写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选这个Custom RTMP 这个RePapers就是使用你之前已经录制好的影片 或者是录制好的直播 就把它变成短片或者是长片 短片的话最长是60秒钟 长片的话最长是两个小时 接下这个就是Members 如果你有团队的话 你可以选择去加入他们到你的这个团队成员里面 如果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像我一样 就展示出我一个人他的优势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直播了 回到后面界面上面 然后选择Create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创建一个新的直播 或者是你想使用它的录制影片的功能 又或者是你想创建一个网络的研讨会 这里面我选Live Stream就直播 然后就可以选择Studio或者Pre-Recorded Video Studio就代表你是进行实时的直播的 如果你选择这个Pre-Recorded Video 就是你提前录制好的影片 你想用Streamer去帮你进行直播 但是这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复费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它的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只需要选择一部你提前录制好的影片 然后选择一个直播发布时间 还有直播的平台 接下来Streamer就帮助你自动的去根据你设置的时间还有地点 去让你这部影片去开始直播了 你就不需要有任何操作了 这对于害怕直播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那么今天我就可以选择我想进行实时的直播 在这里下你可以选择一个直播的目的地 也就是直播的平台 比如说可以选YouTube 或者你可以加入其他的直播平台 点击这个加号也是可以的 就可以看到刚才展示给你的很多其他的视野面的平台 或者你只是想看一下Streamer直播的界面 它怎么样的 你可以选这个Skip for now 然后在底下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直播的标题 然后可以选这个Create Live Stream 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摄像头就显示出了我直播的画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麦克风也是这样运行的 点击这里就可以进我的麦克风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收不到我的音了 或者点击这里就关闭我的摄像头 就可以看到就关闭我的摄像头了 然后这里面会有些设置 选第一个设定就是一般设定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录音的品质 它这里面会有两个品质 一个是高清720p的品质 另外一个就是全高清1080p的品质 如果我们是免费的用户 那么只能够选择高清720p这样的画质 如果你是付费的用户 你就可以选这个全高清1080p的画质了 然后底下你可以选择直播的方向 你想选择横屏直播还是竖屏直播都是可以的 底下还会有一些设置 比如说将影片向上移动去获得评论还有横幅 然后还有就是音讯头像 你也可以选择自动共享萤幕影片去新增质串流里面 如果你不明白这些设置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问号的标志 这里面就有更详细的解释 比如说音讯头像就是当使用者的相机关闭的时候 它会显示的头像 如果你希望使用者在相机关闭时完全隐藏 你就可以取消选取这个选项了 接下来一个就是相机的选项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相机 然后这里面会有相机的解析度 你也可以选择是否要静向你的相机 又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修信的外表 这是一个美颜的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对我的人相近美颜了 你可以在这边去调整美颜的程度 第三个选项就是声音选项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麦克风 然后可以选择扬声器 这里面会有不同的扬声器 底下你可以做出一些声音的设置 比如说回声消除 减少麦克风它的背景噪音 或者使用立体声音讯 还有就是自动调整麦克风的音量 这个麦克风是能够让你去进行测试的 扬声器的话可以让你在这边做测试 这底下就是虚拟背景了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虚拟背景 比如说像我这样选择的就是模糊的背景 或者是直接选择一个另外的图片背景 你也可以上载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图片 去加入到这背景里面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如果你有绿屏的话 你可以勾选这个你有绿屏 再就是你直播的录制 这是一个本地录制的功能 你可以为每个客人去提供高品质的 个人音讯还有视讯的录制 你可以在这边去勾选 为每位参与者进行本地的记录 这样做得好就是 在每个使用者的装置上面 可以单独录制音讯还有视讯的档案 即使它的网络信号不太好 录音也不会模糊或者断断续续的 这对于你之后想要后制编辑是非常有用的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装置快捷键 分享快捷键 串流媒体录制快捷键 布局的快捷键 你可以根据你的目的去查看一下 不同的功能它的快捷键 还有就是嘉宾选项 比如说你可以让客人将其传输到自己的目的地 或者是客人可以看到观众的评论或者帖子 客人在进入时可以播放声音 或者是客人必须进行身份的认证 才能够加入你直播 这里面你可以加入被禁止的客人 然后还有路征的功能 这就是管理重要直播的访客 它的最佳方式 但这个是需要你适应到付费的版本 才能够使用的 这里面还会展示给你 你显示在直播里面的名称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会展示我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直播的工作室里面了 这样就可以看到 我就进入到了虚亚的直播工作室里面了 首先你可以看到 在左下角会有我的人像 但是我还没有真正加入到直播里面 我可以选择这个Add to Stage 就可以看到 我就被加入到了直播的工作室里面了 在这里底下你可以看到 会有不同的展示形式 这个是我主要的展示形式 就是我展示我个人 或者是当我有嘉宾的话 我可以使用这个展示形式 就是左右两边 各一个人 又或者是使用这样的形式 假如说我有三个嘉宾的话 他们的展示形式就可以是这样子的 左边是我 右边是两个嘉宾 假如说想分享我屏幕的话 我可以选这个设置 就可以分享我的屏幕了 想要去分享屏幕也非常简单 我可以选择Present 你可以选择分享PPT 或者是另外一个摄像头 又或者是影片 再来就是分享的萤幕 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分享单独的网页 或者是窗口 又或者是整个屏幕 比如说可以分享单独的网页 我选这个网页之后可以选Share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我展示的形式就是这样子的 左边是我 然后右边是我分享的萤幕 又或者是我可以调整成这样的格式 我现在变成左下角了 又或者是完全不展示我的人像 只展示我分享的萤幕 另外一种展示形式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然后会有我分享的屏幕 然后我可以选这个Add Layout 我就可以调整一下这整个布局 比如说我喜欢这样的展示 但是我想要让我的人像更小一些 我可以挪动它 把它挪到中间 然后我分享的萤幕变大一些 你就可以看到我可以这样子调整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格式 就可以选择Save 如果想停止分享 你可以选择Stop Screen 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停止分享了 在这里下会有些其他选项 比如说Mute 也就是静音 这样我的观众就听不到我声音了 或者Stop Cam 就可以看到我四项头就关闭了 然后这个Settings 也就是设计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设计 然后你可以邀请其他的成员 去加入你直播 你可以直接分享这个直播链接 他们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进入到你直播间里面了 并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件 在右边你可以看到 会有一些你品牌的设计 比如说你可以加入你品牌颜色 我可以调整成另外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想选择这个蓝色 就可以看到 我这品牌的名称之前 就有个蓝色的标志了 这就是代表我品牌的颜色 然后可以调整个主题 比如说变成这样子的 又或者这样的样式 这个是最初默认的样式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样式 你也可以选择 是否要显示这个名称 我可以关闭这个选项 或者是还可以选择 是否要显示你的标题 你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显示 我的人名并且有我的标题 接下来就是交入logo 如果我们是免费的用户的话 就会展示出需要logo 如果你要交入自己的logo的话 就需要升级成付费的版本 点击这里面就可以上传的logo了 然后还有就是overlay 你就可以加入一些 你自己品牌的横幅 去到你直播里面 这也是需要你升上付费版本 才能够使用的 另外你可以加入一些影片的片段 比如说 在你直播开始前的30秒 有个倒计时的片段 比如说就像这样子一样 就一个倒计时的片段了 你也可以在这边 去加入其他影片片段 你也可以为你直播 去加入一个背景 这里面默认就是黑色的背景 像在寻仰里面 你既可以加入史色的背景 图片的背景 又或者是你可以加入影片的背景了 在底下也可以加入一些背景的音乐 比如说加入一个lofi音乐 就可以听到 会有一种音乐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了 你可以在这边去上传你自己想的音乐 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右边你可以看到会有comments 这里面你就可以查看到 加入你直播间的观众给你留下的评论 并且每个观众评论 你是能够让这评论去显示在你直播间的画面上面的 比如说观众留下这个评论 我可以点这个show 就可以看到这就会显示 这位观众需要他的评论 我认为这功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可以选择hi 就把它隐藏掉了 这功能是能够帮助你去更好的和你观众间互动的 然后有个banner 这里面有两个范例 这个就是你频道的横幅他的文字 然后brand就是品牌 你可以加入一些你自己的品牌元素 这private chat就是和你直播的邀请嘉宾有个私人的通话空间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发布信息 这里面可以看到 因为我刚才没有选择我要去在哪里直播 我在这里面可以选择at destination 这里面会选择youtube 然后就可以加入标题 你直播的描述 然后可以选择直播是公开的 思想的还是不公开的 都是可以选择的 或者是你可以安排一个直播的发布时间 你可以选择一个直播开始日期 具体时间点 然后为直播上传一个直播的缩图 像当我设定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有个go life的标志 一旦我选择这个选项 就可以开始真正的直播了 这里需要注意 如果你是免费的用户 那么你这次直播是没有办法去被录制下来的 如果需要录制你这次直播 你需要选择到付费的计划才能够需要 这里面我可以选择go life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真正开始直播了 在左上角会有直播的时长 然后这里面眼镜的标志就代表 有多少人加入你直播了 再观看你直播 如果想结束直播就可以选择这个end stream 然后选择end stream 如果想离开这个直播工作室 你可以选择这个live studio 在这过去的直播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进行了一次直播了 它直播开始时间 它直播的时长 然后可以点击这个三个点标志 你可以选择进入到直播工作室 在YouTube上面观看 或者是删除这个直播 收到直播 YouTube最近推出了一种竖屏直播的功能 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去开展直播 并且这会是一个新的流量红利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也会告诉你答案 并且会告诉你 如果快速开始在YouTube上面进行竖屏直播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有这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来自更多关于YouTube的内容 支持我们IG 能够和人更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